CAMMA 作為越來越多人在使用的平面設計工具 在不斷加入更多新的功能 如果你沒有即時的更新信息 你可能還不知道CAMMA可以做出這些效果 這期影片我就展示給你 近期我發現在CAMMA裡面 十個非常好用的技巧還有工具 你可以用它們來快速提升你平面設計技術 影片裡面介紹的功能工具有的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而有的是需要你設計到CAMMA PRO才能夠使用的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去獲得30天的CAMMA PRO的免費使用 還有我是Grayson 這頻道專門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流量變現以及網路推薦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記得訂閱網頻道 首先第一個就是做出旋轉動畫的效果 首先要加入一個見面顏色的背景 我可以選擇元素 然後我搜索Gradient 這邊你可以選擇圖像或照片 比如說我可以選擇圖像 我選擇這個見面顏色的背景 然後去覆蓋到我整個畫布裡面 然後需要加入一個CAMMA的LOGO 這裡有找到一個這個CAMMA LOGO 這裡我就加入了CAMMA LOGO了 接下來需要加入文字的信息了 我可以選擇文字 選擇新增文字方塊 正面輸入信息 然後可以把它變成都是大寫 這時候需要給文字加入個效果 選擇效果選下 然後選擇彎曲 這個時候調整彎曲程度 盡量讓它變成一個圓 這個時候你可以發現 我的文字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圓 所以我需要調整一下文字間的字母間距 我可以選擇這個間距 然後調節字母間距 這時候就可以看到 我這文字就能夠變成一個圓了 然後調節它的大小 讓它圍繞在我CAMMA LOGO的旁邊 這時候可以選擇把這文字變成粗體 去看看效果 然後你可以發現 當我變粗體的時候 有些字母就相交了 所以需要調整一下字母間距 這時候可以調整一下文字的顏色 這裡最好是根據你本身設計裡面的顏色鏡調整 比如說這裡面 CAMMA已經幫助我總結出了照片顏色了 我可以選這個紫色 就可以看到我的文字就變成這個紫色了 接下來就可以給它 加入一個旋轉的效果了 我選動畫 這裡有個新增動態效果 然後你可以找到旋轉效果 就可以看到 現在的文字就有一個旋轉的效果了 如果你是CAMMA PULL的用戶 你可以調節一下這個旋轉的速度 你會把它變更高速一些 現在它速度就更快了 或者是選擇旋轉的方向 可以反方向旋轉 也是可以的 下一個工具叫Gradient Generator 這個是一個免費的應用程式 能夠幫助我們去生成 我們想要的漸變顏色組合 我可以來到應用程式 然後搜索Gradient Generator 帶有這個標誌的就是 它的操作比較簡單 你首先需要加入一下 在這個漸變顏色裡面 你需要哪些顏色 總共需要加入五種顏色 你可以選擇每種顏色 就選取你想要的顏色 或者是加入顏色的代碼 又或者是你完全沒有顏色的想法 你就可以選這個Randomize 你就可以讓這個應用程式 去幫助你生成顏色的搭配組合 這也是非常方便的 假如說你加入了顏色之後 你想要根據這些顏色組合 去進行不同的搭配 你就可以選這個Lock Color Palette 那麼這些顏色組合就是固定的 不會生成其他的顏色了 你再選這個Randomize 那麼它就會根據這五種顏色 進行更多的不同搭配組合 然後你可以調來這個噪音屬性 可以把它變成更多噪點 越往右噪點是越多的 越往左噪點是越低的 然後就可以選這個Add to Design 就可以創建出這個漸變顏色搭配了 下一工具叫Design to Image 它是能夠幫助你去快速的 把一個設計去變成圖片的 比如這裡面我有一副海報的設計 我會想快速的去把這張海報 去放入到這個樣景裡面 去看一下整體效果 那麼就可以首先去選擇Design to Image 去把這個設計去變成圖片 我可以選擇應用程式 然後搜索Design to Image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Convert to Image 你可以選擇轉換的檔案格式 有PNG的或者是JBG的 然後你可以調節它尺寸 是否要選擇透明的背景 是否是壓縮檔案的 這個是Cuphole的功能 然後你可以選擇頁面 這裡面選第一頁 然後選完成 然後選導出 像我的設計就變成一張圖片了 然後可以直接拖動 拖動到我樣機上面 這樣就可以看到 我的設計在真實的生活場景裡面 是怎麼樣的了 下一功能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 就是在CAMERA裡面 你是能夠還原你之前刪除的文檔的 我們刪除的文檔 都會到這個垃圾桶裡面 比如說可以選擇刪除這個文檔 把移植到垃圾桶裡面 然後再去到垃圾桶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就看到了這個刪除的文檔了 在這個垃圾桶裡面 所有捨棄的任何設計 都是能夠找到的 但是你只有30天的時間 能夠把這個垃圾桶裡面的設計進行還原 如果想要去還原這個設計的話 我可以選擇這三個點標誌 然後選擇還原 這個時候在首頁上面我就能看到 這個剛才我刪除的文檔了 下一點就是 我們是可以使用CAMERA的電腦應用程式的 這裡面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使用的CAMERA的電腦應用程式 我知道很多人只是使用CAMERA的網頁版的 像我進入到了CAMERA的網頁版上面 如果想要去下載CAMERA的電腦應用程式 你可以選擇這個標誌 如果你之前沒有下載過CAMERA的電腦應用程式 那麼這個時候它會選擇讓你去下載 因為我已經下載過了 所以它這裡面顯示 我就能夠去開啟電腦端的應用程式 又或者是你可以來到這網頁上面 CAMERA.com slash download 這裡面CAMERA會自動偵測你電腦裡面的系統 因為我是Mac電腦 所以它就讓我去下載CAMERA for Mac 或者你也可以轉換成Windows版本 CAMERA的電腦端應用程式 和網頁版是完全一樣的功能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去選擇你要使用電腦端還是網頁版 下一功能就是 我們可以在CAMERA裡面 去找到很多頭像的模板 我可以在這裡面去搜索Profile Picture 像我就找到了非常多頭像的範本了 我們作為社交媒體創造者 有個好看的頭像是非常重要的 能夠去快速的去抓住觀眾注意力 這裡面有些頭像的右下角 會有一個Pro的標誌 這當然需要設計到CAMERA Pro才能夠使用的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獲得CAMERA Pro的30天免費使用 就可以免費的去使用這些Pro版本 才能夠使用的模板了 比如說可以選這個模板 這裡面只需要擅長我的頭像就可以了 我可以選擅長 然後選擅長檔案去擅長頭像 這裡面我已經擅長好的頭像了 我就可以直接脱路 就可以看到 我就快速的去把我的頭像做出來了 效果是非常好的 接下來我想推薦一個應用程式 叫Photo Stylist 它能夠快速的去改變你照片的效果 可以在應用程式裡面 去搜索Photo Stylist 就可以找到這個應用程式 這裡面我們首先需要上傳一個我們圖片 這裡我就上傳一張圖片了 然後可以選擇底下的風格效果 比如這個是素描的效果 然後可以選擇Generate Image 甚至可以看到 它就根據我該的圖片 就變成一個這樣子的素描效果的照片了 然後可以看一下其他的效果 比如說這個效果 再選擇Generate 現在可以看到 會變成一個這樣的效果了 它還會有另外一種功能就是 你可以加入另外一張圖片 去讓它模仿這樣圖片的風格 比如說我加入了這樣圖片 是這種水彩化的效果的 然後可以選擇Generate 現在可以看到 根據剛才圖片的風格 就變成了這樣的圖片了 下一個功能是文字抓取工具 假如說在你做設計的時候 你找不到之前的可以編輯的文檔了 你只有一個導出好的完整的版本 假如說你想更改裡面其中的文字信息 那麼就可以使用這個文字抓取功能 可以選擇編輯照片 然後選擇這個抓取文字 這時候你會看到 CAMMA就幫助我 去把所有的文字信息都抓取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選擇點擊 你要抓取哪些文字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文字 我要抓取出來 這時候CAMMA就幫助我 抓取出了這個文字了 然後我就可以更改它的信息了 也可以更改這個文字的風格 改變文字的大小都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 接下來功能叫魔法橡皮擦功能 比如說我們找到一張圖片 但是這個圖片上面有些元素 我們不想要 我們就可以選擇去把它擦除掉 可以選擇編輯照片 然後選擇這個魔法橡皮擦功能 這也是需要你適用到CAMPOSE 能夠使用的 然後可以首先調整一下筆刷大小 我不想要這三個元素 我就可以選擇塗抹掉 你就可以看到 CAMMA就幫助我快速的去清除掉了 剛才那三個元素了 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功能叫魔法媒體功能 你需要來到應用程式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魔法媒體功能 這個功能現在能夠去幫助你 去使用文字去生成影像 圖像還有影片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影像 這裡面我輸入文字信息 YAMAGE 雨林無人機空拍照 然後底下可以選擇樣式 你可以選擇查看全部 這裡面會有更多的樣式 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可以選擇照片 然後可以選擇寬高筆 可以選方形的 橫式的 還有直式的 這裡面選擇產生影像 這裡面他就幫助我 就生成了四幅影像了 可以看到整體效果還是都很不錯的 因為我是選照片的效果 看起來是非常真實的 接著我們再來選擇圖像 比如說這裡面我輸入文字就是 在家中用電腦工作女人 然後可以選擇手繪圖像 這裡面選擇產生圖像 現在就可以看到 Kevin就幫助我生成了四張圖像了 假如說你喜歡一張圖像的風格 比如說這張圖像 你可以選擇這三個點標誌 然後再選擇產生更多類似的結果 這樣他就會保留這張圖像 然後同時根據這張圖像的效果 去生成額外的其他三張圖像 像你也可以看到 CAMMA就根據剛才這張圖像 去額外生成了三張類似的圖像了 然後就是影片 這裡面我選擇加入了文字信息 自然光照耀下以專業電影攝影風格 呈現春季花園裡面的美麗玫瑰 然後選擇這個產生影片 像你也可以看到 CAMMA就幫助我生成了這樣的影片了 效果還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功能我建議大家都可以去形容一下 我想了解更多關於CAMMA教程 你可以點開這個播放列表 如果覺得這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的這部影片點個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自更多關於CAMMA內容 直接在我IG能夠和有共同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